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没有一两百万你 我爸 你一会改头啊 喂 老爸 陆生啊 什么指示 你干嘛呢 我不忙啊 我在家呢 有事啊 我有个情况跟你说了 山庄这边吧 经营的不是太好 现在来点债主子欠人点钱 整的影响挺不好的 我现在你那头能不能挤出点钱来 先让我缓一步 爸 这是什么情况啊 山庄有债主跟咱们有关系吗 山庄你不都承包给留大脑袋了吗 隔着那梦隔着圆 你让他自己办呗 你跟他抄啥心呢 再一个我现在在这边 马上这就要开业了 过来呗 我给你接过来 你到这边你是要当董事长啊 你是吃香的喝辣的 你想干啥 不顺便帮我捡个财 咱们帮不了他这事儿 爸 你帮一回能帮百回吗 你帮完这回还有些 咱对他已经这个人之一尽了 办不上抄那个心 你让他自己处理 你看 平常说一堆 你不还是不想借吗 哎呦 我不是不想借 我这钱不都头二七一这儿了吗 你要说拿个啥玩五二的 我就马上就给你打过去 但我一看 好像是解决不了这个事儿 你就听儿子的 你过来上我这儿来 行不行 那行吧 我再研究研究 那好嘞 不行 你再给我打电话啊 好了 这事儿 怎么了 这老爷子不嫌操心 杠户说要抽出点钱给三庄店 那时候留大脑那边欠钱了 这给我这儿想串点钱 那你就给串点吧 我串点我不干了嘛 我不都头头头二七我都将哪将够呢 怎么办呢 心情挺好的 你让他给浇盆凉水 忘改口了 他做了 对 他要做了 你做了什么 决定 是 你别忘了 兄弟 怎么样了 那个 是这样啊 哥 你听我跟你说 你告诉大伙就别筹那钱了 那个 山庄不办了 那因为啥呀 你别问了 谢谢大伙啊 哥 我得谢谢你啊 那好了 我挂了啊 咋的了 对呀 说啥了 山庄不开了 不开了 对对 那咋说不开就不开了呢 那那么大个山庄多可惜啊 你说要不然我去找找王大拿呢 找他也没用 那山庄也是人家王大拿的一片心血 他要但凡有点能力的话 他能不干呢 你这万万没有想到是这个结果 散会吧 后边那大个厨师 脑袋露出来 脖子掺出来 笑一笑 不想吻你了啊 好嘞 好嘞 你过来 你这 我跟大家说几句话吧 大家也都知道 山庄现在是黄了 刘总的心情也挺难受的 就没过来跟大家告别 我就代替刘总跟大家说几句 首先我替刘总向大家说声 对不起 山庄经营成这样是谁也不想的 我知道大家也都挺难过的 大家也不用上火 没事 我知道还有几个人的工资还没给呢 是不是 刘总说了 这两天肯定能给你们 卡号我这都有 回头我给你们打卡里 不用担心 然后今天晚上要是有着急回家的 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 以后没事我们还常联系 不能因为离开山庄了就不灵气了 那行 没什么事大家就早点回去 收拾收拾东西吧 走吧 刘总 我那个是我两队 李福东你坐这儿 你坐这儿 那个大家都别在这儿站着 随便坐 是 杨总 一天 咱俩要孩子就不让你喝了 你现在心情不好 喝点 是 云大 咱俩都知道情况了现在 我这大脑袋都落到这种地步了 要孩子 要孩子咋养活呀 我觉得 这咱俩 活得快快乐乐的 比啥都强 行 我现在我啥也不图 你就身体健健康康的 咱俩高高兴兴的就行 咱怕啥呀 有吃有喝的 咱也不求大富大贵 是不是 我就怎么 我就搞不明白 你说 我为之奋斗了这么多年的山庄 这怎么就慌了呢 这事都怪我了 你说我要不想拉着你上医院 你要是在山庄的话 也不能是这么个结果 行了 你也别自责了 就这些日子呀 山庄 就处在一种危机四伏的状况 今天能处这事 我也没感到什么意外 想开了吧 这我这不还有一份工作呢吗 你怕啥的呀 我养你 没想到啊 我留大脑袋 活到这个年龄 还得靠女人养活 你听说你这话说的 那我是你媳妇 那我养活你咋的 别人还能笑话你呀 别人是不笑话 我自己笑话我自己呀 行你想哭就哭吧 把那些不高兴的事全哭出来 在座的各位兄弟姐妹 同仁们 山庄走到今天 是我最不想看到的 也是每一位兄弟姐妹 最不想看到的 刚才照着那张相 大家每个人都没笑 我非常理解大家的心情 首先 我代表我姐夫刘总 感谢大家 这么长时间以来 对山庄的支持 我给大家鞠个共 再一个就是 我宋晓峰的几句心里话 以前咱们在一起待着吧 没觉得怎么的 但今天即将又分开了 我才知道 每个人在我宋晓峰的心中 是那么的重要 以前我总担心 山庄的生意 现在 舍不得每一位 我的兄弟姐妹 这么长时间以来 我们是真正有感情的 我承认我这个人 有的时候脾气不好 有的时候不会说话 伤着在座的每一位朋友 希望大家不要往西里去 这个山庄今天落到这个地步 我也是有主要愿意 我给山庄也添了很多的麻烦 这边 岁月匆匆 情匆匆 唯有友情在心中 山庄 是我们值得留恋的地方 下面我想问问大家 想不想离开山庄 你是不是想什么 想不想咱们兄弟姐妹 继续在一起工作 想 好 我有一个决定 我要惩暴山庄 小枫 你别开玩笑了 你哪有钱惩暴山庄啊 李副总 这个时候 我还有嫌疑开玩笑吗 没有钱我可以想办法 李副总我就想问你 我宋小枫要是承包山庄了 你能不能继续跟我接着干 小枫 这么说吧 你要是真能把山庄承包下来 我愿意继续跟你干 好 那今天晚上谁别走 我马上去找董事长谈 如果谈下来 咱们接着在一起 好不好 好 等我信吧 哎呀 这一天俩还可能要了 老伴啊 你说人哪 这一辈子真不容易 你说 叫大脑子经营这山庄 本来轰轰火火的 你看现在完了 你说 这就应的那句话 叫命里有的是终许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啊 这就是命 哎呀 你就被咋嘴词了 我就告诉你做蛮 那晚上你心思你 那么容易呢 那谁能知道哪时赢了 哪时就输了 其实 你说挺好的山庄 这说完就完了 咱说大脑子这种劲啊 肯定心的是老难受 老弄心了 按正理念 我应该亲自去看看他对 你可拉倒吧 咱啥关系啊 还你去看看呢 再说你也不懂做买卖 你说你这个时候去 你是安慰人家进来 还是看笑话进来 你呀这话说的就不对 什么玩意我看笑话去啊 还我不懂做买卖 我跟你讲 就做买卖这种玩意 我可以说是清澈熟路 你说 永强和小萌 他俩的生意 要没有我指点 出谋划策 他能有今天这么辉煌吗 那不可能 你说这我还不懂呢 哎呀妈 你要我 要我说你啥好呢 你说你 哪能不能处意呢 你孩子们的事哪个是你给指点的 人到难处就需要有人去帮一把 你看我这提提大脑子 你说你就整些 行行 哎呀 哎老伴啊 我好像听孩子哭哭呢 是吗 你听 我咋没听着呢 你这耳朵现在也不好使啊 你细听呢 我看看 听啥我看看不就得了 哎呀 老刘啊 哎呀 哎呀这这么晚还没睡啊 有事啊 哎呀我就知道啊 你现在得闹心 这个时候呢 你是最需要人有关心 我先给你打个电话 既然事摊上了 也别想那么多 你要需要我什么的 你尽管知事 别得当报幕上啊 咱人还可以上前嘛 你到底想要说啥 你今天这个到医院检查去了 到底是怎么个结果啊 谢广坤 我去医院去检查不检查的 不是跟你有关系吗 哎呀其实你不用说 我就知道是啥结果了 不管怎么说你 咱们那多少还有点亲戚 你遇到这个事呢 你是很闹心 但是你做人这个东西就是这样 干啥也不一定就一帆风顺 虽然说咱可这边倒了 但是你咱们还得要有精神寄托 你看这呀 实在不行呢 我呀 我就把腾飞呀 给你们送过去 这样是起来你们好好培养的 这不也是个希望嘛 是不是 好啊 谢广坤啊 我今天我算认识你了 我现在我流大脑子 我都什么样了 你还在这刺激我 是不是 那好 你现在就把腾飞给我送过来 有能的你就送过来 你说你说这什么人这是啊 你说他都这时候了 还往我伤口上撒盐呢 老刘 你别跟他一样了 我找他去 行了 别去了 强盗中人推呀 我路大脑子 从此得低头做人了 哪儿还哭呢 你啥耳朵听着的 没哭么 你能睡好好的 这可能是我心里老惦记这孩子 我就心里一腿动了我就心孩子苦 那睡了更好 那咱俩也睡吧就没事 你咋来了呢 我找董事长有点事 那行那进去吧 董事长换鞋了 着急就别换了 大拿 大拿 小风来的 来来 董事长 住啊 这山庄整成这样你说 董事长我来这么晚来找你了 我就被山庄的事来一点 怎么呢 你们都解散了吗 马上就解散了 我给他们留一晚 我说明天再走也不迟 我来找你就有一件大事必须得和您说 是不是你们公司啥的都没开权呢 是不是都给这等工资呢还是啥的 该你们钱吗 该是该我们不要也行 我找你不是这个事 我找你不是这个事 什么事你说 董事长就是你也了解我 我有远大的理想 我想把这个山庄承包下来 你承包下来 你姐夫比你精灵了 你姐夫比你精灵了都整黄了 人也走了 你能承包下来 你姐 山庄现在目前这些外债 我还在搁这筹呢 得还人家 那就算我的债了 外债我已经揽下来了 我跟这个债主都说了 明天12点之前 把钱给送过去 你上我们这儿要钱了 不是 我能整出钱 你上他整钱呢 我最近认识一个朋友 也算是一个女朋友 但是我俩没错 对我印象挺好 他们家有钱 我其实向他整口的话 他一定不能把钱借了 这钱还没借着呢 说没呢 还没说呢 但是百分之一百 我能借的 就我用人格担保 我能把钱借的 那个风 这么说吧 董事长 就是我的钱 我能借的 把外债给堵上 完之后呢 你的承包金 我能给你的话 你能不能把山庄 承包给我 我敢这么说啊 你又能把这钱借来 把外债堵上 能把山庄整起来 我在这一两年 我不要你租金啥的 你能干的 因为小风这孩子呢 接触这么长时间来 是一个有梦想的人 信誉很好 很真诚 所以从这一点上呢 我会相信你 但是你必须得拿个报告 写一些计划 想怎么经营 你下一步你对我的打算 董事长 我首先我谢谢你 经营吧 我虽然说不懂经营 但是我懂得人心 我认为人心都是肉掌的 不拿顾客为上帝 拿顾客当我们我的家人 让顾客来到山庄 就像回到家一样 像过年一样 我有信心把山庄能做起来 咱们山庄吧 我说一句你必不爱听话 这我姐夫呢 承包得也挺好 但是有他的毛病 山庄做得太高端了 鲍鱼寒山 外地客人 谁上这儿来吃这个呀 也就奔着咱们农家菜来 咱们得以农家菜为主 打大乌炖菜 东北大洋 再给它上上去 像回到咱们山庄 就好像回到六七七十年代 过年那种场景 她不开心了吗 小福哥说的有点当努 那这样我回去 做一个方案子 给你拿了 董事长你再看看 你现在还没借钱 你把钱借了呀 你先把钱的事解决了 完事咱得带啥 你得做方案 行 这事你都能办 我就包给你 行 我把钱借了 我做到方案 我再给你看看行不行 行行行 谢谢董事长 谢谢杨总 我代表所有山庄人员 给你老敬个礼 董事长 谢谢 不用 你能把山庄肩缝起来 我还得谢你呢 你别着急 慢慢吻吻当当的好不好 好 好 咱们就别卧了 我走了 董事长 好 我走 我送送你吧 谢谢董事长 那你慢走啊 慢走 晓风 来了杜月儿 来 快点上里边 坐主位 找我干吗呀 坐坐坐 别着急 先喝点茶 谢谢 喝喝喝 咋的眼睛咋还红了呢 是吗 可能是哭的吧 你咋还哭了呢 生死离别能不哭吗 和谁生死离别呀 和谁生死离别呀 这么说吧 杜月儿 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来 你就认为我宋老虹那个人咋样 挺好的呀 是不是一个值得信任的一个人 咱俩是不是发展得有点快呀 我就开门键商跟你说吧 山庄现在又倒闭了 我想把山庄继续地承包下来 山庄的事吧 我多多少少地也了解一点 小李也跟我说了 也不是好经营的 那你要是经营 接下来你怎么打算呢 我的想法啥呢 山庄继续吧 为啥经营现在不好 主要是经营方法不对 没推腾出息 我的方法就是 应和当今这个市场大纵化 我相信没啥问题 我感觉你要是想干点事 你可以来我们公司啊 可以让你当副总 跟那个当不当副总 去哪块儿不发生关系 我要是为我自己着想的话 我出来打工 咋的我东湖 山庄现在那帮人呢 都面临着失业 因为董事长忙了哪些 为了发展农村经济 把山庄逃到我们村了 全村都感谢他 但是现在山庄 马上面临着倒闭了 是每一个人都不想看到的 我更难受 所以来说呢 我就有勇气 把这个山庄继续经营 谢谢 小芳 那你需要我帮助吗 就是经济方面 需要你支持一下 那倒行 你需要多少钱呢 就是要让的 不是来到我山庄了吗 我答应你 你明天十二点之前 把钱送回去 行 你说我帮多少钱 我可以帮你 其实外带那四十多万 外加上承包金 我在值班那东西啥的 也得个一百万吧 一百万 你要是为难的话 那就算了吧 小芳 一百万毕竟不是小数目 怎么地 我也得跟我爸回家商量商量啊 那是必须得商量啊 这个钱不是你自己 毕竟是你爹妈的 爹妈不同意 你也不能借 你爹妈不同意 你要是想借的话 我更能不能借了 我都同意 我得回家和我爸说一下 明天十二点之前 你给我信吧 实在不行的话 我再想别的办法 小芳 你别着急 我肯定帮你 我这就回家 跟我爸说就行吗 好 多愿 谢谢 今天的好机会 并没有保住 不远万里 来到印度这帮佛国乐图 寻求让众生解脱的大智慧 要不然你不得给我爸妈 我爸爸得给我妈 还非二别事 这姑娘 这么晚了 你俩咋还不睡啊 这不要睡了吗 吃个苹果的睡 妈您得早点睡 要不然脸上长褶啊 是 你快去睡去吧 那你俩呢 我俩聊会儿天呗 你俩聊天 让我去睡觉 让我去睡觉 是 你快去睡去吧 嗯 你这孩子 姑娘有话都跟妈说 不跟妈聊 跟爸聊 妈 跟你说不方便 就得跟我爸说 你快回去睡觉吧 行吗 我不睡觉 你要不回去 爸 走咱俩回房间聊去 走啊 妈 那得了得了 你俩跟着聊吧 我走了 这多于我一个 太好了龙了 早点睡啊 把我整的先后忙去 快快回房间里 把门关着啊妈 早点睡 我想跟你说点事 说啥呀 就是吧 现在晓风 遇着有点困难 我现在跟你商量商量 是咋回事呢 她现在不在山庄 当副总吗 她那个山庄现在赔钱 那个总经理走 然后她跟他们那董事长说 她想承包 现在这山庄吧 欠外债好像有四十多万 然后启动资金呢 也得需要五十多万 她没有这钱 然后她跟我说想借 我其实跟你商量商量 你跟她咋关系 现在确定没 现在就是好朋友 也没 没确定 那朋友有事了 可以帮忙吗 那没问题 你有有 我不给你三百多万吗 没有了 有 那我能狮子借她吗 我狮子借她 你该心疼我了 说 姑娘 你怎么把你那钱借给人家了 霸着有 你咋不从霸着拿呢 你该把我上火了 我姑娘太聪明了 又该套老爸了 是吧 她要借多钱 一共一百万就能够 一百万就能够 但是呢 可以借给她钱 打个借条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毕竟就是说 你俩没有确定关系 有朋友 打个借条行吗 你不说 人家都给我打借条 就她那个人 这借条我要是不要 她都不能从咱们借这个钱 那行 那这两天你这样子 把账号给我拿过来 完了我给她打过去 就这么定了 定是定 但是我这 人凭啥样啊 行动啊 我敢保证 就是我出这么多对象里边 她人是最实在的 她身上有一股劲 我也说不好 反正我特别喜欢 行行 只要我工人喜欢 我工人看准的 老爸都支持 那就这么定了 定了 老爸你太好了 好 哎呀 字写得不错呀 能不能睡觉去呀 咱几个不合计 帮帮你吧 别帮我了 我现在思路非常清晰 我得联系把这个方案写出来 哥仨赶紧睡觉去 好 哥喝点水 好 谢谢 凤哥 不论三庄以后的前景如何 你永远是我们的好大哥 好 你们真的是我们打哪儿 好 凤哥 我就看你的文笔 我觉得啊 你绝对是当老总的材料 对 死兵这话说得对 你现在特别有关系 那哥那什么 你现在如果有不讳的字啊 或者有啥不明白的 你可以问我 我上后高中 你还是睡觉去吧 好 赶紧睡觉去 那行 我让你小点问我 好 爹把饭都做完了呢 爹做了饭 妈妈好像吃饭了 这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的 爷爷做饭了 爹今天做饭不能一会儿在饭桌上 有点什么事吧又 谁到了 一会儿吃饭不就知道了吗 那咱俩快点吃啊 我看行 起来吧 赶紧洗脸双牙去 把衣服穿上 一会儿吃饭了 来世间汉切双牙 快点开 我 哇 你 没有 你 你 把 你 小 一 stv 丁主任 forget that 王教长 以后别叫丁主任了 叫皮老师 叫徐可乐 王教长 不然我想跟您说一见 赶紧跟我安排教课 别急 你离非习相这么长时间了 我怕你不习惯 要不然先管管行政范围呢 不用 王校长 以前呢 我在小学的时候也教过课 你放心 我肯定能把课教好 你就安排 那好 那我就给你排课了 嗯 你这样 你不管语文啊 数学啊啥都行 我抓紧时间备课 行吗 知道 你都是全能的 行 萌啊 你快先吃饭吧 趁他不闹 赶紧吃 不得 妈 你坐这吃 那给我帮我一碗 哎呀 你赶紧吃吧 你们还得上班呢 我早一会儿玩会都行 快去 不用管 我这照顾得来 哎 花卷来了啊 好了 来来 花卷啊 谢谢 这老头 哎呀 我今天呢 说心里话 我太高兴了 今天咱们家这顿饭 就是一个团圆和谐的 这么一顿饭 我相信以后 咱们天天就都这样 以前呢 这爹啊 也本想把有些事想做好 但是呢 越想做好事 还越整不明白 这事做的就做 所以说呀 你说咱这个家呢 分了合 合了分呢 就整到现在 我想一想 我现在我跟你说 小忙 爹都厚老毁了 是吧 但是我今天 我终于活明白了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活 我应该干的就是这些事 我现在能把我的位置放正了 知道以前我没啥事 老跟这事 那是 我这老乱插 我还整不明白 你说最后咱们整的都不目 你说这多不好 是不是 快快快 大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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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妈你给我 哎呀 爹你吃饭了 你来吧 你给爹 你看我大叔他跟我 到我这就好了 马上就不哭了 你看 吃哪根 吃哪根 他俩都没碎够呢 吃这大花卷 再碎头来 你瞧瞧瞧 这大了 你看看 来来来 哎呀 哎呀 好嘞 说啥呢 萌啊 这以后 你就记住 凯子呢 你妈这砍 说做饭了 这烂七八糟 这些事呢 家里所有的事 就我去做 咱得分工明确 你们俩你就得 外面好好上班 好好干事业 家里是你就 所有的你都放心 行吗 爹啊 你说话 别老那么夸张 爹 妈 真麻烦你们 带这俩孩子了 我最近真挺忙 因为厂子的效益 不是太好 辛苦你们了 你妈呀 你说你这孩子 四个家人 客气啥呀 妈 以后可不能 再这么说了 这句话不能再说了 什么叫辛苦 咱们是一家人 爹该干的活 必须得是我做 你们就是年轻人 得外国闯事业嘛 厂子的时候 该好好干 好好干 该怎么忙怎么忙 家里一切就是放心了 我跟你妈俩能照顾好 多好啊 我刚才我不瞒你说呀 老外 我就在那烧火的时候 我高兴得我自己乐 你说上哪找 咱们这么幸福的一家人 孩子 大孙能龙凤台 谁家能台上呢 要是再缴 那就是放好日子不过 以后你放心 爹有不对的地方啊 老伴你也监督 我哪嘎不对 你们该说就说 我必须这回我认清我自己了 滕飞啊 多吃点啊 以后呢就跟着爷爷 爷爷会好好待你 以前爷爷不好呢 你也别怪爷爷啊 这都我大孙一子 孙一舅 人非名为了 滕飞啊 明天得锻炼使筷子 那么大孩子了 还老使勺吃 长大了 咋回呀 给滕飞取我勺的 给滕飞取我勺的 大孙一子你吃哪个 方正来了 毕主任 方正啊 以后呢 你别跟我叫毕主任了 叫毕老师 你要叫老师不得劲 叫毕哥也行 那还是叫毕老师吧 听说你回来上课了 我过来看看你 对不起啊 要不是因为我这事 你也不能回来上课 方正啊 这一段时间内 我自己也考虑了 其实这个事 从头到尾跟你没关系 是我自己没做好 你别自责啊 要不我跟我姐夫说说 把你调回去吧 方正 我调回去或者在这儿当老师 那不是书记说了算的 你可别给书记添麻烦了 我的事呢 你就不用管了 你现在干啥呢 我现在在家呢 我姐夫也跟我说了 我现在也挺后悔的 行吧 那你以后有啥打算 在家备课 备课 你都不在学校了 你还备啥课 不瞒你说 教师这行业我非常喜欢 我特别羡慕你们 再说了 我还有教师证 等待考老师的时候 我努力争取 我要考一个真正的老师 行 那挺好 你这样方正 你有什么不明白的 你就问我 我在学校等你 我也希望咱们真的成为同事 那你不生我气了 生啥气 你真好 要不 我请你吃点饭吧 改天吧 我也得备课呀 你得回去备课 课也是啊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方正 我去现在给袁书记带考 你放心吧 我只听得待到 小梦 我刚把这个季度的销售情况统计出来 你看一眼吧 怎么下滑得这么严重啊 我跟杨总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但是现在市场竞争太激烈了 就这一段时间 咱们正常就开了三家斗质品厂 而且每一个的投资都更大 技术也更先进 我觉得 现在咱们应该追加投资 扩大规模了 现在要想扩大规模 风险太大了 毕竟市场前景我们看得还是不是太清楚 那我倒是觉得 咱们现在就应该做好横向转型的打算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做斗质品生意 我们已经没有发展空间了 不如干脆转型 不行 你看我们斗质品生产设备太落后了 你往外出对也没有对的 况且我根本没有转行的想法 我所想做的斗质品 就像原生态 纯绿色的 我不想像他们那样做加工斗质品 这个季度的下滑更唯有原因 请了这么长时间的产假 一直也没关注公司的事 这样 你把大家都召集起来 我给大家开个会 让大家都说说心 我们在家把劲 看看下季度的情况 好吧 好吧 好